一個嬰兒他為了活下來 他學會要去信任抓刀的人 所有的人他都要信任 不信任他就活不下來 可是呢 當他想要去信任大人 想要去信任爸爸 想要去信任媽媽的時候 這個爸爸媽媽如果做得不好 他就會很受挫 譬如說我肚子很餓啊 然後呢我就哭啊 我就相信爸爸媽媽會來幫助我啊 結果呢我肚子餓在哭 結果他是過來幫我蓋棉被 我是這個妖命的我把它翻開 他就開始幫我換妖婦 都沒有符合我的需求嘛 這就是實際上的狀況 會讓我沒辦法信任別人 我很想要信任別人我才能活下去 可是實際上我就發展出不信任 所以呢 實際的限制跟阻礙就會發展出不信任 然後呢你就會對未來的沒有希望 然後感覺比較悲觀一點 啊這個東西是後天發展出來的 先天我們就會想要對別人信任嘛 對未來感到樂觀嘛 可是後天因為我們做很多事情 我們都不斷的受挫不斷受挫 然後呢我們想信任別人 結果被人來騙我們 我們就發展出不信任 然後沒希望跟悲觀 啊這個人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啦 沒有什麼人齁 會這個無所求的來幫助你啦 最後有人來幫助你喔 你就要小心啦 可能是要來騙你錢的啦 等等的 我們都發展出這些想法嘛 那這個想法是怎麼樣 是年齡越大 通常會越嚴重 尤其是到老年期的時候 嗯 老年期 老年期會有兩個狀況 會有幾個狀況 第一個是 他的經驗非常的豐富 所以他經歷過太多事情了 譬如說剛剛盧大哥 講說他朋友 得癌症 肺腺癌 然後呢 要有一個師父呢 要找他去這個 去聊聊 聊一聊 參加這些宗教的活動 希望可以對他有幫助 盧大哥就想說 如果是去參加一些宗教的活動 接受一些這個 宗教的這個洗禮 讓你的心情比較好一點 然後人生觀比較好一點 比較樂觀一點 那這可以參加 那但是如果是要給你這個幹 要花錢的 要捐錢的 才能夠讓你的病好的 好一點的 那這就不用了 為什麼 譬如說就有問題嘛 這就是人生經驗告訴我們的啊 那這些經驗就會讓我們發展出不信任 一個嬰兒一個小孩 他自然自然就會信任出我的人 因為他這樣子是生存的力氣 可是年紀越大 經驗越多 我們就要學會懷疑 說欸 不可以太信任別人了 這可能有問題喔 你就發展出不信任的嘛 然後呢 這個不信任呢 也會影響到一個東西叫做信仰 信任跟信仰其實是很像的喔 信仰宗教是怎麼開始有的 所有的信仰喔 都是在自然界中 我們人類沒辦法解釋的東西 我們就說啊 這個是神 對不對 譬如說一些原住民 一些這個各個全世界各地的原住民 他們都會有一些 萬物有靈論 譬如說 山就有山神 樹就有樹神 對不對 天公會打雷 那就是雷公 喔 啊會下雨 就是有什麼什麼雨神 喔 為什麼什麼 我們沒辦法解釋說欸 為什麼會打雷 沒辦法解釋 所以我們就說啊 有一個神在那邊 哇這個山這麼大 超過我們的力量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去征服它 我們沒有辦法去改變它 我們就說 有一個山神 喔 對不對 欸所以 我們對於大自然 沒辦法理解的事情 我們就說這是神 啊 當我們說喔 有一個神在那邊 那我們就不用再去花很多時間思考啊 做什麼 我們只要相信就好了 說喔 有一個神在那邊 所以宗教在為我們的 其實就是一種安定感 安全感 一種信任的感覺 好 我信了一個宗教 所以我只要相信 我的上帝 會怎麼樣怎麼樣 我相信佛祖會怎樣怎樣 我相信這個世界就是呢 善有善罢 就是有因果 就是怎麼樣 來生會轉世 我只要相信這件事情之後 我的人生就有一定的方向 我就有一定的準則 我照這個方法做就好了 那我在生活的時候就覺得很安定喔 很有安全感喔 然後你的情緒就會比較平穩嘛 你的人生就過得比較平和嘛 這是信仰的力量 好 那問題來了 通常到老年期的時候呢 請問喔 老年人對於宗教的態度 是怎麼樣子 是相信還是不相信 相信 你說是相信嗎 應該是說很多老人呢 會參加 宗教的 儀式 他很愛念經 他很愛拜拜 可是呢 他很虔誠在信仰這個宗教 可是如果你平常跟他聊天喔 問說喔 阿這個喔 欸你打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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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邊求神就會好 對不對 為什麼 他的人生經驗告訴他 神是不存在的 宗教是不存在的 喔 你真的生病還是要去看醫生啦 不是在那邊求神問福 這沒有用會讓你更嚴重啦 所以他的人生經驗告訴他說喔 沒有什麼神啦 他人生經歷過太多苦難的事情了 然後年輕的時候也求過神也怎麼樣 都沒有用 所以他就說阿那神是不存在的 可是不存在喔 這其實就發展出一種叫做智慧 經驗就會累積出智慧嘛 阿我們之前講說智慧 就是後形式運思起 後形式思考有三種思考方法 一種叫做相對性思考 惡元性思考 系統性思考 這些思考的一個特徵就是什麼 就是你懂得批判 懂得懷疑 然後你覺得說事情沒有絕對對的 也沒有絕對錯的 沒有絕對的價值觀 那如果一個人他覺得說 事情沒有絕對的阿 阿有的地方這個對 有的地方那個對阿 阿懂得懷疑懂得批判 他還會信仰宗教嗎 他就不會信仰宗教阿 他就會懷疑說神真的存在嗎 一個會懷疑神是不是存在的人 他還有辦法信仰嗎 他其實沒辦法信仰 好所以這就是經驗會發生智慧 會讓人比較不去信仰或信任別人 他也不會信任醫生阿 你年輕小朋友 醫生說什麼就是什麼嘛 他為了生存 大人講什麼他一定要相信 可是當你年齡越來越大 越來越有經驗 醫生講什麼你就懂得反駁了 你就懂得批判 你就懂得思考說 醫生講的真的是對嗎 說不定有可能是錯的阿 你的不信任的能力變強了 可是一旦你變得有智慧之後 你的生活 就變得比較沒有安全感 比較不穩定 你會很累 你們什麼事情都要思考 不是說阿 我做個人阿 你這樣阿 教授很好 你的生活本來是很平穩的 現在你會思考了 你是一個哲學家了 所有的老人都是天真的哲學家 你就會變得比較悲觀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嘛 大部分哲學家 越有智慧的人 通常對這個世界都越悲觀 為什麼 他會思考 他開始不信任 他開始不信任之後 他就會想很多 他就會很累 他的生活就少了安定感 所以老年人雖然 不信任宗教 不信神 不相信神的存在 不覺得神可以對他自己有實際的幫助 可是他還是要去參加宗教活動 為什麼 他想要獲得一種安全感 一種安定感 所以他就去參加宗教儀式 所以以國外來講阿 很多老年人都會去參加做禮拜 可是你問他說神存不存在 他說神存不存在 可是他為什麼要做禮拜呢 第一個 他可以有一群他的好朋友 然後他有固定做的事情 產生安定的感覺 我今天早上去熱林上課 有一個學生 他在講說 他本來 他要念那個什麼 經文 經書 要念經 他那個經 本來是要做早課的 就是早上一起來 很早起來就要開始念經了這樣子 可是他早上很忙 要去運動 要幹嘛的 買菜做什麼 很多事情 他根本沒有時間做 原本就很早起也爬不起來 所以呢 他就改成了晚上睡覺醒來做 他本來覺得說 這樣子很不行 因為這個規定 早上要念的 他拖到晚上才念 他覺得這樣子不虔誠 可是後來跟朋友討論說 也沒關係啊 因為念經是我們 你念自己的 不是要念 什麼官司陰星還是 附座天母星還是 是要念給自己聽的 是要讓自己心情平靜的 所以他覺得說 雖然這個早上要念 我晚上要念 也是可以 所以老年人很多的信仰 宗教的信仰 我們撇開明信的人不講 很多人的宗教信仰 他是去做那個宗教的儀式 念經 做禮拜 祈禱啦 拜拜啦 他做這些儀式 是為了讓自己有安定感 有安全感 然後讓他的生活更平穩 而不是他真的相信有一個神 你真的去問他說 如果他真的相信神 他還是不用看醫生了 他也不用賺錢了 他對人生的經驗告訴他 神是不存在的 對不對 可是他還是會有這個信仰 這個關係是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 老年期的特徵 我再補充一下剛剛這個信仰的部分 如果用老年人跟嬰兒的比較 嬰兒的信任是一種盲目的信任 你小時候你什麼都不懂 可是你一定要信任你周圍這些大的這些環境 人家家裡做什麼都要做 為什麼 因為你不做你就活不下去 所以你只好相信 那你這個相信 你這個相信你有沒有任何的思考 思想 或者是你去印證過 沒有 那是一種盲目的相信 他是本人的 可是呢 老年人的相信是什麼呢 是這個自主選擇的相信 是這個自主選擇的相信 所以老年人其實還是對這個世界充滿信任 可是跟嬰兒跟小朋友跟青少年的信任 是不一樣的 這是